霍海与佐藤真子在对冰山展开激烈的追击 一开始拓海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 慌得只能紧跟着真子他们的车 觉得自己就要输了 好在之后就越跑越顺 在对冰山最难的C121弯道 拓海甚至还跑出了比真子更加的路线 这因此一度让沙雪彻底失去了胜利的信心 好的 真子随后就将他骂醒 这既然是两人早就决定的最后一战 就不要在副驾上做个影响加速的包废呀 沙雪因此最终稳下心神 决定和真子一起 将最好的自己奉献在这场比赛上 他随即迅速进入状态 完美地指挥着真子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弯道 沙雪的眼睛看得很远 总可以第一时间判断出最佳的行进路线和方式 他确实是让真子如虎添翼 而真子这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跑到现在 也是太过于在意后方的拓海 以至于自己的节奏也几乎被打乱 这样根本快不起来 他今天从现在开始 不管后方 一心一意只关注眼前 然而这真的做得到吗 另一边 夏叔坐着干爸爸的豪车回家了 爸爸还问夏叔什么时候可以再见 夏叔却黯然地看向一边 表示要开学了 自己也不知道 看样子与拓海交往后 夏叔对自己与爸爸的关系 也有些重新审视的感觉了 对冰山的山道上 什么还不知道的拓海 正有些觉得焦头烂额 他发现前面真子他们跑得更快了 似乎自己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 此时对冰山的山顶上 阿树和奸二只在争论拓海竞速的情况 一旁持股心情低落 这场比赛谁赢谁输 他内心都觉得不太好过 他想起了与真子一起的点点滴滴 初见时那种碰然心动 发现真相后 那种自行惭愧 以及最后的挨弱心思 池谷低着头 似乎感觉什么都有点异性阑珊了 奸二发现了池谷的不对 他知道 池谷肯定在想着真子的事情 池谷虽然极力否认 但奸二还是告诉池谷 让他在比赛之后 再发动一轮攻势看看 就这么放弃 也太可惜了 然而池谷好像真的心意已决 真子这边 在沙雪的协助下 他真的跑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换挡以及油门和刹车的配合 异常顺畅 车子也在山路上行云流水 可惜的是 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没能甩开拓海 这时沙雪提醒 前面第三个弯道 由对象来车 真子力气有些慎重 不过前两个弯道既然没事 他就还是紧紧贴着护栏 挑鱼了过去 拓海在后面虽然没有得到提醒 但几乎保持了个真水 同样的努力 然而最后与对象车在交汇 几乎把对象车手 和他的女朋友吓傻了 这也太快了吧 而拓海会车之后 也长出了一口气 刚才确实有点危险了 沙雪继续指挥着真子 在车道上驰骋 一路上 两人都没有再继续 关注拓海的情况 在这种状况下 真子确实是已经将 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 几乎每次车一甩尾 车子都直立忽然几一米 在沙雪看来 真子真的跑得太好了 然而厉害的过头 却变得有些危险 毕竟再这么好的车手 都会确保在安全范围内行驶 现在真子的操作 已经到了极限 车辆也几乎是 全力全速向前奔驰 抓地的也几乎没有半点 真子几乎只要出一点错 就很可能会翻车 沙雪在犹豫 在休息 自己要不要将这一切 告诉真子呢 兴奋状态下的真子 应该并没有发现这些才对 终于跑了不知道多远 沙雪最终还是决定相信真子 他不想扫真子的信 作为真子的搭档 现在的真子 是他一直以来 见过的最强的 而且作为搭档 他原本就有相当的觉悟了 已经不知道 手里飘移多少次了 拓海也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他发现前车的入弯 变得更加凶猛 并且又在提升自己的节奏 如果再加速的话 就超过自己的极限了 拓海已经用尽了 四条轮胎的潜力 几乎再也无法做到更多 难道不行了吗 不过拓海可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他还是尽力 死死地跟着真子他们 两辆车也不知道 开了多少公里 双方看的都是满头大汗 紧张不已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 能决胜的弯道 杀雪让真子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真子稳下心神 狠狠一脚油门 结果拓海这边 在迅速跟上来后 却直接一脚刹车踩了上去 原来 他看到那个弯道后 就感觉真子他们超速了 拓海的异常被杀雪警觉 正想着什么情况 才发现自己这边 因为速度太快就要失控了 真子只能死死把握着方向 满个油门 尽全力修正车子的方向 但结果还是没办法 只能看着车头 直接甩了180度 杀雪和真子惊恐地看着拓海的86 现在一个不好 双方就要撞上了呀 拓海这边原本就已经在刹车了 但速度太快实在刹不住 此刻看到这种情况 拓海在冷静中抓住唯一的机会 在真子他们的车头 刚让他到了一时刻 直接一脚油门 迅速让车子斜着避开了 真子和杀雪长出一口气 终于得救了呀 不过两人现在已经不得不承认 他们这次输了 真子并不觉得难受 反而感觉非常充实 这一次的比赛 让他仿佛又回味起 刚开始练赛车时的样子 杀雪这时也安慰真子 虽然最后是失误了 但之前真子确实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是一直以来自己看到过最强的 杀雪让真子以后就照自己的心意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真子听到这话不禁湿了眼光 他真的十分感动 阿树他们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拓海他们上了山 看到拓海跟在后面 有什么话也不说 几人都觉得拓海肯定是输了 杀雪和真子在后面看得有些有趣 最后杀雪才告诉几人 是他们输了 这让尺骨三人瞬间惊讶的脸都变了形 这结果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吧 山脚下 杀雪和真子对比赛结果已经释然 他们没想到拓海的技术能好到这个地步 不过拓海倒是感觉自己好像没做什么 表示自己只是不想输 不想被甩掉而已 拓海没觉得自己赢了 杀雪也不禁感叹拓海的谦虚 他让拓海不用有心理负担 对冰山他们已经跑了无数次 在这种情况 如果还是甩不掉对手 那就是输了 此时真子走过去想和拓海握手 拓海一脸懵 赶紧擦擦手 然后轻轻握住了真子的指尖 这害羞腼腆的样子 当即引起现场一阵大笑 杀雪甚至觉得 这可爱的大男孩好像是自己的菜了 因此还想问拓海的名字 结果阿树立即冲出来做自我介绍 把杀雪都惊到了 在这活跃的气氛上 杀雪还建议大家一起去水上乐园玩 这让阿树兴奋的都要跳起来了 而真子随后红着脸走到尺骨面前 想谢谢尺骨帮自己的忙 尺骨想起剑二的话 正磕磕绊绊地想说点什么 却被突然窜出来的阿树打断 阿树让尺骨不要伤心 车手是不需要女人的 不是吗 尺骨愣住了 他看着真子低下头 最终出声复合 终于到了一起去水上乐园的日子 这里简直是美女如云 各种艳兽环维 杰儿和阿树因此感动得热烈盈眶 只有脑袋发育不完全的拓海 有点无动于衷 这时真子和沙雪穿着比基尼出现了 沙雪还让拓海他们一起过去游泳 看到拓海摸着头好像不想去 尖儿和阿树赶紧冲上去捂住拓海的嘴 生怕拓海说出啥不合时宜的话 他们随后就拖着拓海和沙雪一起去玩了 这时真子红之脸走到尺骨身边 问尺骨请假出来玩没事吗 尺骨自然摸着头表示没事 他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真子 又陷入了自怨自艺中 虽然他现在简直觉得心脏快要炸裂了 觉得能看到穿着泳装的真子 是自己21年的人生里最幸福的事 但就好像是镜花水月 尺骨完全不认为自己能够配得上真子 自己只是一个车技不好的平凡打工仔 人家是生活优渥又车技超好的大美女啊 真子轻声打断了尺骨的思绪 他再次向尺骨表达谢意 表示经过这次的比赛 他想清楚了很多 决定不放弃赛车了 对此尺骨也很欣慰 毕竟车技磨练得那么好 就这样放弃真的很可惜 真子觉得自己之前有点自负 以为成了对冰山最快的车手便可以满足 但与拓海一战 让他再次感受到了 控制车子的技术没有尽头 所以才醒悟过来 不想半途而废了 真子这是一脸娇艳欲滴的样子 他终于羞红着脸鼓起勇气问尺骨 爱记得上次自己在秋名湖边的承诺吗 真子表示自己不会说谎 但当时自己真的没有一点想要交易的意思 真子最后闭着眼睛告诉尺骨 让尺骨就将自己的第一次拿走吧 尺骨一时间心神震荡 他真的没想到 真子会再次说出这样的话 甚至连真子说出的时间地点都没听清楚了 另一边 拓海正在享受风月无边 软香怀抱的感觉 饶食他天生木讷 这时也兴奋害羞的眼睛都弯了 下树什么的 还是先放一边吧 至于阿树和剑二 两个臭男人都是泪如雨下 自己咋就没有拓海或者尺骨那样的好命呢 几人随后玩起了水球 球不小心掉到了尺骨和真子那边 没想到 真子去抛球的时候 他背包里的东西掉了出来 正好让尺骨看到了钱包上高桥梁界的照片 尺骨敏感的心灵又遭到暴击 因此真子回来和他说话 他都没听清了 尺骨这次倒是也没憋住心声 他开口问真子 是不是到目前为止都没交过男朋友 真子羞红了脸 回答没有 而尺骨却还是不依不饶 又问真子是不是有喜欢过的人呢 真子没有隐瞒 说的确是有 尺骨于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想知道真子为什么没和他交往 他是做什么的 真子看到尺骨问得这般执着 最终将自己这段懵懂的暗恋经历说了出来 三年前 他还在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和几个前辈一起去看赛车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当那辆赤诚的白色彗星从眼前出现后 他就彻底被其跑法冲击了 他无法想象那辆车的车手是有多强 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厉害的世界存在 真子因此考了驾照买了车 拼命练习 想着这样是不是就能更接近那个人一点 真子有点自嘲 其实他一句话都没和那个人说过 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恋爱的感觉 更不清楚自己是仰慕那个人 还是仰慕他的车系 池谷感觉内心再次遭遇暴击 又问真子应该是喜欢他的吧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想知道这些 真子表示 自己确实曾经很喜欢过 可这话在池谷耳中听来 却背觉凄凉 真子喜欢的人 毫无疑问 就是群马赛车界的超级巨星 高桥梁界 自己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梁界呀 池谷突然又想起了 真子曾经说过 自己喜欢FC 这下什么都说得通了 池谷敏感又自卑的心灵 终于变得破破烂烂 他只觉得自己是彻彻底底的没希望 也不敢有希望了 晚上 拓海一些人准备回去了 阿树在车上激动不已 果然 和女孩子一起拥有就是幸福呀 没想到这时拓海直接拆台 你不一直和姜二前辈一起吗 哪里和女孩子游泳了呢 阿树突然愣了 赶紧插开话题说 真子和沙雪都太棒了 他现在已经没了车手 不需要女人这种想法 如果有真子和沙雪这种女朋友 不做车手也行啊 与阿树和姜二的欢快不同 一路上 池谷的心情都很沉重 回到秋明后 他找到又一大叔 对自己强行请了事价很不好意思 又一大叔倒是一点也不在意 毕竟如果手底下都是打光棍的 他这个老板也不好听不是 又一让池谷加油 尽快和真子确定下关系 结果自卑的池谷却立即说是不行了 果然还是高攀不起人家 自己已经放弃 因为怎样自己也赢不了高桥梁界呀 此时高桥梁界根本不知道 自己就要拆散一对好姻缘 他现在基本已经将公路罪诉理论写了出来 正想拿自己的便宜老弟练练手 对此起戒当然没理由拒绝 结果没想到 自己这次跟车就跟得十分艰难 明明老哥的FC没变呢 晚上八点 真子已经到了和池谷初次见面的地点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先到 不过对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他真的十分紧张 而池谷这边正在被又一大叔一通臭骂 骂他这个大白痴一点不懂女人的心 既然真子能将自己的心事都对池谷合盘拖出 不就代表着真子信任池谷 喜欢池谷吗 哪个少女没有自己的偶像 真子只是将高俏良界当成电视明星 不要为了那点不值钱的自尊心 给自己找麻烦呀 又一大叔要池谷好好想想 为什么真子没选择高俏良界 而是选择了你 喜欢一个人不应该包容他的一切吗 池谷听到这句话后终于醒悟 然而现在已经八点半了 池谷觉得真子不会等自己的 又一大叔是真的生气了 他让池谷飞也要飞过去 不去就炒池谷鱼 池谷这个超级大笨蛋 于是终于上车 赶紧向对兵赶去 他真的悔恨不渝 自己为什么会蠢奔到这种地步呢 池谷回想起真子和自己说的所有的话 发现真子对自己一直是认真的 只有自己是犹犹豫豫 患得患失啊 他一路飞驰 现在就想见真子 而真子这边 他从八点等到八点半 又等到九点半 等到穿着高跟鞋的脚都已经酸麻了 然而与身体的痛苦相比 更痛苦的是真子的内心 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都已经那样说了 难道却只得到这样的下场吗 他最终坐回到了车上 抱着最后的袭击又等了二十分钟 终于真子再也等不下去了 泪水涌出他的眼眶 他擦干眼泪 决定自己再也不穿高跟鞋了 真子最后发动车子 在停车场原地转移 所以就平常而去 当池谷开车赶到现场 轰荡荡的停车场上 只留下真子离去时的轮胎痕迹 池谷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 他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蠢 恨路上为什么会碰到堵车 恨自己为什么会辜负那么好的女孩 这里感觉真的很可惜 池谷这个大猪蝶子 怎么就这么蠢笨如猪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